灵魂之约 经典之作 大家好 欢迎收看历解说电影 对于家庭忠诚于信任是最为重要的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男子劈腿多人 妻子只用一招就让他净身出户的家庭电影 大压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他大学毕业就和老公大壮一起创办公司 生了女儿后他便安心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 一心照顾女儿和老公 他住着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还有保姆伺候 女儿乖巧懂事 老公温柔体贴 大压过的是多少女性梦寐已久所向往的生活 在幼儿园大压认识了女儿的好朋友 小冬的妈妈小梅 因为要经常参加亲子运动 他们慢慢熟络起来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天下着大雨大压开车回家 却看到路边淋雨的小梅和儿子 善良的他便将母子二人送回家 大压感觉到小梅脸色难看 便关切地询问起来 小梅却说想和她约个时间说说心里话 第二天两人相约来到一间咖啡馆 刚坐下小梅就告诉大压 她怀疑老公出轨了 并且还看到老公搂着一个女孩从宾馆出来 大压对于小梅的遭遇喊是同情 安慰她说万一里面有什么误会呢 小梅顺势指向了窗外一对走向宾馆的情侣 告诉大压像这样大白天去开房的就不是什么好人 大压无意向窗外瞟了一眼 心却开始慌起来 原来那个搂着女孩的男人正是自己的老公 善良的他哪里会料到他已中了小梅的圈套 他谎称自己身体不适让小梅先离开了 紧接着他给大壮打电话 而此时正和女孩忙碌的大壮 哪有空接大压的电话 过了很久大压看到他们从宾馆出来 他强忍住心中的悲痛再次给大壮打电话 而大壮接起电话 匆忙说了一句就挂了 根本不给大压说话的时间 他静静地坐着感觉如梗在喉 直愣愣地看着两个人在眼前做着亲密的举动 于是他决定去那家酒店查点什么 刚巧不巧遇到女孩返回酒店拿东西 大压望着那个相貌普通的女孩 他除了比自己年轻点 哪点比自己强 这时女孩还在亲热地给大壮打着电话 他的心中五味杂沉 于是他悄悄地跟着那个女孩 而女孩好像也感到有人跟踪 脚步越走越快 试图甩掉大压 他向着茂密的丛林走去 但被愤怒冲昏头的大压 又怎么会轻易放过他 终于在一处围栏旁拦住了女孩 虽然天上下着大雨 但依然没浇灭大压心中的怒火 他拿起了石头重重地向女孩砸了过去 看着满脸心血的女孩 他才停手转身离去 谁知他刚离去 小梅则趁机冲了过来 一把将女孩推向了山下 与此同时 高速公路上 一个富二代 一边开车一边和女友调情 丝毫没注意刚从地上爬起的女孩 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女孩像叶子一样飘了起来 富二代家里有的事前 不久便用钱解决了此事 一条新活的生命就此凋零 这些名一样的案子就过去了 大压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照常接送孩子 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 这时小梅却找到大压奇怪地说 自己和老公和好了 原来是她误会老公了 晚上大压意外地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 上面写着宾馆的名字和房间号 大压根据陌生信息来到这里 果不其然老公又和另一个女孩去开房了 可能是经过上次事件 大压的内心没有那般难受 也许此时她才真正看清 大壮是个花心的衣冠禽兽 她用早已准备好的相机拍了下来 随后几天 她开始偷偷跟踪大壮 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她看到大壮的车停在一栋老房子前 她紧随其后上楼 看着大壮进了一间屋子 正巧快递员来送包裹 她看到了阴山不整的小梅 大压这才信物 原来小梅才是真正的小三 原来大壮和去宾馆开房的女子 都只是一夜景 大压也一直被小梅玩弄于鼓掌之间 帮她扫去想四小五的出现 没想到自己这几年对家庭的辛苦付出 却换了老公在外面逍遥快活 她不要当软柿子 而要绝地反击 晚上她把那天偷拍的照片 用陌生的油箱发给自己 然后又故意喊来大壮问怎么回事 有人发这样的照片给自己 大壮看到后一脸惊讶 但很快就编了理由搪塞过去 第二天她先是约小梅出来玩 而后又给她买了一件昂贵的衣服 接着自己也偷偷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 然后来到大壮公司 故意告诉她 女儿幼儿园里一位同学的妈妈很奇怪 今天去逛街时 非要买一件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衣服 大壮听完后内心十分气愤 感觉到是小梅在威胁自己的家庭 她强忍住怒火 回到小梅的住处 撕去了温柔的外表 对着小梅就是一顿狂风暴雨 其实在送儿子小冬去幼儿园之前 他们就商量好了 小梅绝不能去招惹打压 免得被发现 大壮没想到小梅这么快 就等不及想上位 完全不把自己的话放在眼里 要不是小冬在外面喊爸爸 估计小梅就要被大壮打死了 另一边站在楼道里的大鸭 听到楼上女人痛苦地喊叫 她放心地回去了 事后大壮看着小梅可怜兮兮的样子 又装起了温柔 请求小梅的原谅 并告诉小梅 以后他们好好过日子 不久后的一天 大鸭和小梅在幼儿园里相遇了 即使他们二人早已心肠不宣 小梅更是直言不讳告诉大鸭 小冬就是大壮的孩子 临走前更是向大鸭挑戏 好戏孩子后头 此时仿佛无助的大鸭 被一个小三言语地羞辱 总感觉自己不能就此善罢甘休 于是第二天 她便把小梅的孩子接送 带着孩子们去郊外玩了很久 最后又把孩子还给了小梅 从小梅那里知道大壮和她在一起 本来只是玩玩 结果却意外地还了小冬 加上大鸭二胎流产 不能再怀孕了 大壮的妈妈 依然小梅把孩子生了下来 连名字也是老太太起的 大鸭平静地坐在一旁 听着小三讲着和老公的点滴 心口却痛得低些 最后她问小梅 如果大壮一无所有 你还和她在一起吗 本以为她会像其他女人一样 只喜欢大壮的钱 没想到她不加思索地回答 不管她多穷 她都会和她一直在一起 正在这时 门却突然开了 大壮站在门口 被屋内的一团祥和 吓懵了 两个孩子都纷纷跑过来叫爸爸 大鸭拉着女儿 望着大壮随口说了一句 爸爸来看你了 屋内的小梅也淡淡地说了一句 爸爸回来了 随时简单话语 却让大壮陷入了抉择 然而大鸭还是失望的 大壮只是让她先回家 而后再解释清楚 很明显这次小梅赢了 大鸭红着眼眶 拉着孩子出去了 大壮又露出了凶寒的样子 质问小梅为什么要这样做 小梅反向大壮质问起来 她告诉大壮追根到底都是她的错 如果不是她花心 又怎么会伤透了两个女人的心 同时还害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孩 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大壮造成的 没多久 大鸭便和大壮离婚了 大壮选择近身出户 和小梅生活在一起 然而一无所有的大壮 是真心和小梅生活在一起吗 她表面上看似波澜不惊 而内心却是波涛汹涌 这时小梅却遇到一件糟心事 原来当时她把那个女孩推下去时 刚好被一名石荒的人看到 而后开始不停地向她勒索 大壮直到后 她心中积攒已久的怨气 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天上又是下着大雨 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工具 对着石荒人狠狠地砸了下去 连日来的压抑情绪 在此刻得到了释放 又一起命案发生了 大鸭 大壮 小梅 最终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就是自己的全部 但男人总会把女人当傻子 玩弄于鼓掌之中 可他们却忘了 爱你的女人是傻子 恨你的女人 会比蛇仙更恨度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